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索尼最新发布的A7S3 这款新的相机是售价2万4 10月1号发售 还有两个月时间 但是样机已经给了一些测评的人了 它还是维持了一个低像素 1200万像素 每个像素点的面积很大 就是0.84微米 它又高达4K120帧率 4R10比特色彩的深度 然后ISO高达40万 高达40万 就是高感光度 然后处理器 S2也升级了 这说的呢 大的像素点带来到高感光 低噪点 这个这款相机只适合能够拍视频 如果拍那个 拍那个照片 可能是1200万像素有点低 处理器 出力器提高了提高了8倍 它是主打那个视频性能 然后4K120 它是高专专利视频的 自动追焦 自动对焦 10比特色深 42色彩彩压 支持2 H265 H265就是那个 压缩的视频 体积更小 但是对那个 对CPU 那个对电脑的那个编辑 那个电脑要求更高 感光度 达到40万 9600 它支持那个 夜色彩模式 HLG 还有一些 Log格式 花质提升 也只是Prosy6G 这个 Prosy6G 应该是后期编辑 应该能加快编辑 速度 这说到那个 混合对焦的 也支持那个 触摸品的触控 增加放斗 有软件带采切的 一个放斗 这个说到 散热性能 大家不用担心 可以长时间录制 音频有个数字 热水 热水 这说我们 他说他那个 对焦 就是香味对焦点 几乎是传品覆盖了 这个软件带采切的 液晶屏 测试 液晶屏 就是可以 再选的是 加能 这个卡 CF 这卡 这卡就是 兼容SD卡 不用SD卡 速度很快 但是价格是不菲的 咱们看看这个 就是这种卡 80级的要 要2200 160级的 要4000多 就是 这卡价格是 也是一个 很大的负担 加上机身 24000 24000 加上4000 就28000 28000 再加一个镜头 嗯 2470 嗯 是15000 28000 38000 43000 2470 Gmas 大式镜头 加起来 这个机器要43000 才能够搞定 然后这个说明 只是有wifi啊ftp啊 软件遥控啊 就这个机器优点不少 但是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初期那个普及率应该不是太高 因为他那个价位啊 更适合一些公司 一些团队 是对经济的那个价格不敏感 的人去采购这个 今天那个 A7S3的一些介绍就说明到这里 在这里 你 到了 与 试